夏天是个美好的季节 有满街的大长腿 又扑面而来的小青星 夏天是一个告白的季节 因为诱惑而导致了肾上腺素喷发的冲动 这个夏天的问候雨是 你告白了吗 对于像刘备 菜花这种情商 还处于幼幼的东西 我向你们推荐一部《纯爱》 偶像剧学习一下 参考一下 就是搜狐高清正在热播的夏日甜心 这部戏可以说是居家旅行 告白必备的爱情白篇书 轻轻松松就俘获了90后的放心 其实要拿下它们 我跟你说 特别容易 给它几个帅哥就行了 再配上所谓狗血的浪漫的情节 就二屋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剧中的男主角们 陈翔 武艺 柴阁 刘欣 曾一可 曾一可 曾一可怎么成帅哥 第一集里面 曾哥一出现 太帅了 小短发 小调软 观众们都以为广内总觉得阿姨们的度数就不够了 想凑钱给他们买一份眼镜 这男男爱都没个蓝虾 还有很多粉丝纷纷表示 曾哥的演技超群 我也认为他比我以为他演得好 演出了绵羊阴的味道 还有那剧情 用生命换取特异功能 用陌生人跟他锁在一起 爱上了假装听不见的暑假公 等等等等剧情 声音正下 反正陈才华看完以后表示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哪认得 他就从来就没信用 这部剧上了没几周 点击率就已经过亿了 已经远远的把上一部搜狐门过去 凤凤办公室给选 紧后门 是吧 都看不着了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上搜狐高清 来看一下有华硕独家赞助的夏日甜心 今天要播出第五集 现在周四变得越来越美好 早上看完大鹏得不得 中午接着看夏日甜心12点钟 对不对 开心一整天 看完老年 看情绪 我好